1月16日那年冬天风在吹 步步惊心力等韩剧的制作公司 代表Amo近日制作新剧为由 行骗后携款潜逃 受骗人被骗金额总数达到了50亿韩元 Amo近日以制作新剧作为借口 骗取投资后携款潜逃 受害者中既有大型娱乐经济公司 也有小型企划公司 还有部分个人投资者 被骗金额总数达到了50亿韩元 约3000万元人民币 据爆料媒体称 Amo当初企划了OCN电视剧Blue Eyes 之后再将该剧的制作权 转让给其他公司的过程中 Amo以投资的名义 骗取了巨额资金 目前受害者已向警方报案 部分受害者们 也正在准备将Amo诉诸法律